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我看華不是有意也不是無意 他就是很坦然的 非常坦然的講 他也不在意旁邊有沒有人拍 哦 對 我很坦然 有拍也無所謂 沒拍也無所謂 對 我跟你很坦然溝通這個事情 那這個旁邊一定有人在聽到嘛 你看這個是一個會場上 那個還沒有開會前 然後開會後的一個狀況 他怎麼會在意有沒有人拍不拍呢 我很坦然跟你溝通嘛 就像說胡錦他那個時候的事情是 人家就是需要去 要求他去休息一下 那這個你媒體拍起來去做解讀 那你又把這個前沿後面切掉了 那你是在編造謊言嗎 那編造謊言也很容易被突破 那這個事件是這樣子吧 我覺得習近平做得非常的下當 那大陸上去所謂的禁止這個視頻 並不是說習近平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 不是 我認為他是擔心大陸上會掀取一個 反加拿大的怒火 這個他可能不需要在這個時候 點染這一把火 你想想看呢 如果說這個事情在大陸上的 兩段視頻都播出去的時候 你說會不會有人跑到 加拿大大使館去丟東西啊 因為現在大陸上的民主主義 情緒非常高嘛 那習近平現在總不希望說 他都還沒離開巴黎島的話 就有人跑去加拿大大使館丟石頭 那不是很麻煩嗎 我想這個是一個特別的一個外交使館 或者是外交場合問題的控制 那你這個杜魯道其實就是 想要什麼大內宣嘛 你看我跟習近平講 你這個有點說 有點帶話說 我跟習近平嗆聲的味道啦 這個不太妥當 不是談事情 你是跟他談事情 他就跑來在吵架 要先弄清楚 那習近平在這個場合裡面 他也明知道旁邊有人嘛 那麼多人他怎麼不曉得呢 他也就不客氣 說你兩句嘛 說什麼 對不對 也不可以在意你說 我是什麼狀況 你是什麼狀況 那你竟然這個 只是單方面放話 你對我講什麼 好像你居高臨下 在教訓我中國 這什麼個話 我當然當面K你一下嘛 那你看那個杜魯道 其實也自己知道理虧啦 講得有的沒有了 說什麼我們應該 什麼公開透明啊 什麼東西 你要談北韓問題 你可以公開透明啊 你怎麼壞掉了 那涉及到核子武器的問題 涉及安全問題 你問我們王教授就好 現在要談北韓問題 誰敢說我們 看機車位公開透明 你怎麼壞掉了 所以你要解決問題是不是 不是嘛 這孟晚舟的問題 一定也是雙方面 你來我往 不曉得是溝通的 搞了三年啊 對啊 搞了足足三年 對啊 而且其中當然 也不否認 當時杜魯道 有點壓抑 什麼叫壓抑 我兩個人被你壓在 中國大陸啊 然後他也不敢講說 你是拿這個 壓加拿大人來威脅我 因為我印象很深刻 有那個記者就問杜魯道 中國是不是故意壓人 等等等等 杜魯道說 我們還在瞭解中 我們還瞭解中 他也不敢太嗆聲 他知道解決問題的時候 不能把這些 這些相互之間的怒火公開 相互之間怒火公開的時候 就會外溢效果 會燒到很多的 這個其他層面去 問題更不好解決嘛 所以 但是至少我覺得 習近平想說話 就哎呀 要創造條件 創造條件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小子 是不是照規矩來 那我們不然我們中家兩國 怎麼你來我往 那至於所謂的 鋰電池那個東西 加拿大總是有些人 想要惹事 加拿大的鋰礦 馬馬虎虎而已啦 他不是一個什麼多 其實沒多少啦 對啊 現在中國有這個 阿根廷有智利 就是還要弄一個D-Pack 中國自己就是很大的鋰礦的 生產基地啦 當然有時候這種鋰礦這種東西 運起來很麻煩 電池很重嘛對不對 之類材料很重 所以有時候就地生產 有就地生產的成本優勢 那這個 你們不賣就算啦 它畢竟不是石油吧 那中國大陸現在的鋰礦 應該這麼講 中國大陸的電動車產業的確是一霸 一霸有幾個原因喔 連全世界最好的電動車 特斯拉都在上海生產 量是最大就在上海生產 那比亞迪的品質 雖然還跟不上這個特斯拉 但是它的生產量最大嘛 那你 我搞不懂你加拿大有能力做電動車嗎 你市場規模不到嘛 現在加拿大很多省的 很多省的所謂的公共汽車 都是用電動車 而且這個電動車都還用比亞迪啦 滿街跑 所以我覺得加拿大的政客 實在很無聊 你用中國的電動車 在國內 可能試圖達到這個 節能減碳的這個功效 可是你卻要限制你自己的鋰礦 讓中國大陸來做電動車的電池 你有什麼毛病 很無聊嘛 這是有無聊 你想想看 現在全世界做電動車品質比較好的 那不外乎就是中國大陸 台灣還有德國嘛 其他沒有了嘛 那你加拿大自己沒有 那你當然是要不是跟中國買 中國的CP值又是最高 那個 那個歐洲的車子是很好啦 但是是貴得要命 這一點是比較囉嗦的事情 真的很貴 那你在這種處境裡的話 跟中國好好相處 有需要在這種 這種沒有意義的地方 就有事生非嗎 好吧就算說你把孟晚舟壓一輩子 怎麼又怎麼樣啦 對不對沒有意義嘛 那你說禁止華為在你什麼 加拿大怎麼樣子很好笑 那你指控中國大陸說 你們有見諜就是水電公司的員工 你不笑死大家了 對不對 你說你這加拿大總理府裡面有人 那也差不多對不對 對 來 霍恩哥 等一下 我覺得我們把聚焦就是說 到底就是講第一天 第一天這個 加拿大跟 杜魯道跟習近平檔案之後 到底加拿大報紙寫了什麼 加拿大報紙寫的內容 就是你電視上講的 而且你剛剛講到一個重點是 習近平的回應他都沒寫啊 對 就是我剛剛講說我對習近平的 我對他的人設是 你在路邊遇到我跟我聊兩句 就聊十分鐘 你知道他跟南韓的影席樂 坐下來談也才聊二十五分鐘 我跟你聊十分鐘夠了吧 那在路邊聊 我跟你聊十分鐘 你就你抱怨嘛 你抱怨喔 那我不可能回應你什麼 我也不可能答應你什麼 當然 所以重點來了 重點了那你生氣什麼呢 我們到底有人看懂習近平在生氣什麼 那既然你跟加拿大 那假設照這個外國媒體報導的 杜魯道回去跟大內宣說 我剛剛遇到習近平 我剛剛講什麼講什麼 那是你單方面的講嘛 你也沒有告訴我習近平很生氣 或是習近平很高興 或是習近平答應我什麼 或是我去扭曲習近平的話 就像習近平說一二三 我把他講成五六七 也沒有啊 那你在生氣什麼呢 所以我跟你講說 我不管杜魯道我不認識他 我要擔心習近平你在生氣 沒什麼好生氣的 而且他現在在大陸大權一把抓 我比較擔心的是 大陸內部是不是沒有人敢跟他講啊 就是他的政治局六個常委都他的人 那個總書記你那天這樣子講會不會 有人敢跟他講說 我們是不是外交上面是被偷拍了 或者你講說 我明明知道被拍我殺雞儆猴 這樣子好嗎 這樣對習近平個人 或對大陸的大國博弈外交 他說你對一個加拿大就像 就是一個杜魯道一個年輕的政治人物 你對他生氣 對那個有人敢勸他說 不敢到時候勸他到時候給我們等他 我跟大家補充一個 來來來來來 這個是自由時報總編輯的特稿 那這個特稿的這個內容 我當然是有帶了 就是說他是在講說 拜習會之後的這個臺灣的自信 我也不曉得我們有什麼自信 臺灣的什麼 自信啊 confidence 這我也有莫名其妙 那裡面他寫什麼 他說 美中共管臺灣的階段 但這個 這個也是以美國學者的一個理論 就是美國跟大陸共管臺灣 共管台獨 隨著習近平 終結江澤民跟胡錦濤兩人之後 已經翻過一夜了 然後呢 未來將是國際 共管中國時代的來臨 國際共管中國 不得了 這是很大的羞辱 為什麼是國際共管中國 為什麼 那我給大家看 就是這一次 這個不管是二十大之後 或者在G20 這是我們中國時報的頭版頭 這個裡面沒有杜魯道 因為杜魯道是路邊聊的 那個不算 它裡面列出來說 從二十大之後 包括蕭茲 包括越南那個總書記搶頭箱 包括這個 這個拜登 他在做大國外交 你怎麼會是國際共管中國呢 是共管什麼 這什麼 是他 我們看到是一堆人眼巴巴 要排隊跟他見面 那我們的綠媒怎麼寫 它是一個外交的秀 我們到底要是怎麼去扭曲 就像單身廣你前面講的 他跟杜魯道這個會談 你很討厭大陸我就扭曲他 國際要共管中國 中國是爆炸了嗎 是經濟崩盤嗎 為什麼要去共管中國 我們講的共管就是說 就像這個 銀行 雷曼兄弟什麼東西 金融風暴的時候 這個南韓破產 對 國際金融基金知道去救他 對 共管 或者是像斯里蘭卡 還要拍電影對不對 類似這樣 那你要國際共管中國 這啥子呢 那之前烏克蘭戰戰的時候 自由時報總編輯說 全世界都在圍堵中國 全世界都在圍堵 那怎麼跟我看到的不一樣 這是假的嗎 荷雯哥 你那個還不是全部 我還有完整的名單 再下一張電影 我這樣給你看 因為這個是 嚇死你 他後面還有 還有 不只見這幾個 包括APEC 還要再見岸田那些人 還有紐西蘭 那你說國際共管中國 就跟我們看到 習近平在外交場合 或者之前他去中亞 二十大紀元盤 看就不一樣你知道嗎 國際情勢就不是 就我對自由時報的批評 就是說 你可以對大陸有戒心 就是說他要統一我們 文攻武嚇車 可是你至少不能 不應該去用扭曲的吧 扭曲說很像是大陸的 經濟 外交 政治崩盤 出問題的 國際要共管中國 這顯然 就我們剛剛講的 加拿大 你看加拿大都被懟了 這都國際共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不好 應該是說我們大報的 這個媒體的職責 是把各個面向 新聞的各個面向 告訴大家 而不是說 因為我很討厭他 我就所有東西 我都把負面的 去栽贓這樣 我覺得這樣不好 我覺得有點像很幽默 自由時報是媒體嗎 這些問題 是啦 是啦 是媒體 我們請 不過我們看到 美國隊長自己都率先 跟中國見面 對不對 對 所以他後面的 當然這些跟班 就發現情勢有變 對不對 老大都見了 那我們也 大家 Walks 四方會談 這個整個的像 晶片聯盟或G7 都是美國在勸討大家 我們要以中國做最大的 這個戰略競爭對手 結果現在就是說 美國自己跟中國 私底下都已經開始聯絡了 積極的希望能夠 頒排在G20能夠會面 所以當美國跟中國 都把它當作一個正式的會面 而且是美國到G20來講 最重要的一個會面 那我覺得其他的這個 當然聽你講說 你自己都跟他見面了 那我們當然旁邊 那也沒有道理 老大都先倒了 小弟沒道理 對 然後這個 這個蕭子比拜登 更早見到習近平 那已經代表歐洲 那個最大的這個領導國家 自己走自己的一個路 而且見得成果是很豐富的 就是說有這個空中 五千億就帶走了 這個訂單 所以大家覺得 在後疫情時代 這個俄乌戰爭 現在可能看起來也 不見得會繼續下去 大家經濟還是要發展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覺得 跟中國見面 是有必要的 當然另外就是這個 中國剛完成這個 權力的一個 重新的一個 再做一個安排 就是習近平 現在等於就是說 是大權在握 政局穩定 大家當然希望跟中國呢 能夠有進一步的一個發展 尤其他下階段 有這個新的五年計畫 像這個他講 未來這五年是他 社會主義現代號國家的 關鍵的這個五年 中國並沒有要走 閉關自首 還是要積極開放 蕭子這個去訪就看到 馬上有成果 所以其他當然就是 都希望能夠跟中國有所見面 而且這裡面其實都是 你剛才講到這個 都是美國的這個聯盟裡面的部分 包括這個澳大利亞 這個愛巴尼斯 也是求而半天終於見到 對 那你韓國的話 本來是比較偏美 可是現在也希望能夠跟中國來見面 那岸田文雄是更奇怪的 他們現在應該已經見完了 他們七點半就見面了 待會我找一下新聞 念這個習近平跟岸田文雄 見面的這個重點給大家聽 然後也請這個我們的小編 幫我們下個標 對 岸田的話 其實跟在亞太地區 應該是跟美國最親的 但是他這時候也積極的希望 跟習近平的見面 但這次集團體還沒見到 這個中國自有安排 就是說那你到APEC之後 我們再來這個見面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 當然也許待會 還可以再繼續討論 我就先提到這些 但是我覺得對習近平 這跟杜魯道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 我也比較同意剛剛蔡委員的這個看法 我是覺得就是說 其實我們大家如果光看影片 好像說習近平是 在這個訓事杜魯道 覺得很奇怪 其實我覺得 剛剛我也提到 如果我們看到他的 這整個一個過程 我覺得習近平當然不高興 可是我覺得 他還是有政治家的一個風度 他其實是 其實還是有效率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就狡髒話了 你叉叉的 其實還是 他沒有狡髒話 還是有這個 還是有這個笑容 我覺得其實 中國為什麼 當然他是生氣 可是他並沒有說 這個完全的就是說 整個表情失態 沒有失態 那生氣 我覺得一定是有生氣的一個原因 因為第一個就是中國來講 我剛才說過 其實我本來沒有要跟你見面的 如果說我們見面 是我們跟你安排之後 你談出來這個東西 而且如果說是 大家正式的見面 要談的東西 其實大家都可以公告 也是有默契的 但這兩個條件都不存在 就是明明我根本就沒有要刻意跟你見面 是你跑來跟我見面的 然後你講了這個 十多分鐘的這個話之後 大家其實也就算了 但是我們跟人家正式的一個見面的一個內容 這個公告都還沒有全部這個講出來 都說大家基本上是同意的 結果你是你片面來找我 你片面講的東西 結果你又很快的就把它洩漏給這個媒體 而且是又是對中國是這個相當不友善的一些這個言論 所以我覺得習近平 所以我們剛才講的過去 這個加拿大對中國有一些不友善的這個作為 其實中國也並沒有在這個集團裡面 公開去批評這個加拿只是不見面而已 不見面而已 但是如果說現在見面 就至少還有就是願意去改善這個關係 但是你現在改善關係 你就不應該做這樣一個事情 其實我覺得習近平是跟他講這個一個道理 其實主要是做一個溝通